招待会现在给你那个饼跟杯 好 感谢主 对 你可以举手 然后我们招待会现在发给你们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虚光牧师 要来分享我们的信息 我们拍手欢迎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在这一季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由我来分享信息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分享完信息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 我们感谢神在上一季的全系达人 有多少人有听上一季的信息的挥挥手 好不好 其他人去哪里了 应该都有听嘛 OK 好 神教导我们关于五重职份 还有使徒性教会跟百姓的特质 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点就是我们看见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的大能与合一 圣灵的大能与合一 合一呢 是圣灵的工作 可是呢我们更是需要竭力的保守 圣灵所赐和而为一的心 过去呢我们看见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深度 有可能是比较客气 尽量不要太深入 我们好像在教会的里面 或是跟别人的关系的当中 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就是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OK 就不要太靠近 然后呢 但是呢也不会太疏远 可是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避免发生摩擦跟冲突 或许这会使我们能够承担 之前神所给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季节 我们要转型成新的皮带 我们就需要克服我们里面 自己在关系的当中呢 那个恐惧跟不安全感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一系列的信息呢 讲到刚强俱爱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在合一的上面可以同步升级 因为我们相信更深的合一 一定会带来更大突破的动力 如果你承担的责任 如果神所给我们的意象越大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 在关系的上面合一 我举一个例子 Game Changer逆转营的筹备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两代的领袖 真实的摩擦跟碰撞 可是呢 却不愿意放弃沟通 我们看见就营造出一个归属感 跟一个家的一个氛围 那我也要请大家来祷告 就是明年当哲人哥成为 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之后 他的意象现在就跟大家讲 就是对齐跟跨越 对吧 对齐跟跨越 对齐跟跨越 其实呢 对齐讲的就是一个 非常积极主动的合一 那我要请大家能够为 成哥 为光哥 还有为信中哥来祷告 虽然我们三个人真的都很忙 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非常的忙碌 而且呢 有些的时候我们要约 要彼此在一起 开会讨论 真的不太容易凑在一起 但是呢我们祷告是求神 给我们有时间 有恩典呢 可以彼此呢 在对神 给全教会的心意上面 我们可以更多的对齐 所以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为着团队的合一来祷告 我不知道在团队 每一个不同的团队的当中 我们今天的团队 正在经历到什么样子的事情 可是呢 我们要为着团队的合一 为着青年牧区 所有服事的团队 也为着A.J.V.G. 意思是我们的团队的合一来祷告 求神挪去里面的恐惧跟不安全感 我们要捆绑那个分化的灵 我们也要为着 也请你们为着光哥 整个跟信用哥 然后呢 彼此能够同心合一 能够彼此对齐 与神还有彼此对齐来祷告 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主 圣灵 我们相信你赐下合一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 你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们同感一灵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能够如同一人一样 让我们更多的与你对 对齐 让我们对齐你的心意 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见世的主 我们的心意要紧紧的连结在一起 你挪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恐惧 挪去在团队的当中 任何仇敌魔鬼 分化的工作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合而为一 以至于众人可以看见我们是你的门徒 帮助我们 因为主我们看见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合一的教会 才是一个充满能力的教会 这样祷告奉靠绝书的名求 Amen 真的我感觉到好像没有敬拜团的时候 大家的祷告都很小声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敬拜团来带我们 更多的祷告 我们谢谢我们的keyboard show OK 第二点我们来看 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使徒进教会跟百姓的特征 就是为父的心 我非常非常有负担这一点 为父的心 无父的状态是这个世代最大的咒诅 我想要请问一下 有没有人有看过韩剧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这个剧有看过的举手 OK OK好 有一些人看过 还蛮属灵的 都蛮少人看 OK好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 还是不敢举手 OK 我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原生家庭 会对一个人的生命 造成巨大的影响 我看完这个韩剧之后 我发现原生家庭 真的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 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在看那个剧的时候 当然国王哥不是鼓励你说 要去看这个剧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没有发现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这个剧里面 没有一个家庭是有父亲的 没有一个家庭是有父亲的 男主角没有 寄住的家庭没有 女主角的父亲也病了 唯一在这个剧当中 比较像父亲的 就是那个精神病院的院长 但是你会发现 他对他自己的儿子 里面也是充满了愧疚 所以上一季我分享了 神他不但要亲自 成为无父者的父亲 神说我就是那个solution 我要成为那些无父者的父亲 他要满足我们里面 所有的空缺 可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神说我也要兴起使徒性的教会 成为一个为父的群体 神说我要兴起你们 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因为使徒就是一个为父的角色 成为一个为父的群体 因为使徒就是一个为父的角色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领袖跟我分享 他跟另外一个同工关系当中的挣扎 那我在听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就说出来说 那如果你看他不是你的姐妹 你看这个同工不是你的同事 而是你亲生的孩子 当然不要误会 当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要有一种优越感 说他是我的女儿 他是我的儿子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看他像是你亲生的孩子一样 请问你还会这么计较跟过不去吗 在你的里面 当你用这样的想法去想的时候 会不会让你里面有更多的体贴跟包容呢 这正是我一直在传递的 就是为父为母 其实跟年龄是无关的 我跟大家讲 斐利牧师比我跟伯寿哥年龄都小 但是他却是我们属灵的父亲 神有一次在讲道的当中 感动我对国中生高中生说 你可以对你的学校有一个为父的心 有一个为母的心 跟一个为父为母的眼光 对你的家庭也是一样 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 你可以领受一个为父的心 你可以领受一个为父的声量 我相信这是接下来我们许多人 要得地为业 要治理这地的一个关键的钥匙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约瑟讲的这段话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 在创世纪第45章第89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看见一个三十多岁 曾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年轻人 他如何做法老的父 以至于他有资格管理法老王的全家 法老王是他的上面 可是他有资格做法老的父 并且有资格管理法老的全家 甚至到最终 他可以治理全地 我想接下来这是神要向我们显明 一个属于性的奥秘 就是其实跟这一季的主题 也是有关的 治理从好管家开始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约瑟能够治理全地 是因为他帮法老解梦吗 他能够成为法老的父 是因为他帮法老解梦吗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先知性的恩赐 只能够让机会的门向你敞开 但是约瑟在七年封年 跟七年荒年 是如何管理的策略跟能力 才使他有资格治理全地 所以治理是从什么 好管家开始 我们来看第三点 就是上一次光哥所分享的 使徒经的教会讲到的 那个基督的礼物 跟圣灵给我们的礼物 是不一样的 基督的礼物就是那五重职份 而五重职份就释放出恩典 而这些恩典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就形成了不同的属灵恩赐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成为恩赐的好管家 跟你旁边的说 你要成为恩赐的好管家 基督给教会礼物 就是五重职份 五重职份释放出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形成了不同的属灵恩赐 我要大家把明年的 二月二号到五号 也就是天国文化特会的时候 把那个时间留下来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要一起来领受 更多五重的恩典 我要你把那个时间留下来 我们需要每一年在开始的时候 来领受这个五重职份 所要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然后神接下来说 祂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好管家 以至于我们白白的得来 我们也可以白白的给出去 神不但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好管家 祂也要我们成为恩赐的好管家 不管圣灵给了你什么样子的恩赐 有可能是领导 治理 先知 牧养 教导 我要告诉你 不管圣灵给你怎么样的恩赐 你的恩赐仍然在一个非常初阶的阶段 我们需要同步升级 我们需要好好地操练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专注地磨神 所给你的那一把剑 你知道有一天神对我说 祂说你知道吗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你的生命当中磨你这把剑 好让你可以做我要你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 当你好好地来专注地磨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所给你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以至于每一年 众人都可以看出你的长进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要每一年我去到很多的地方 有一年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要那些的人他们看见的时候 他们说 我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突破 我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长进 虽然你也是在讲道 可是你的恩膏非常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愿意去磨神所给你的这些属灵恩赐 Amen 好好的操练神所给你的属灵恩赐 所以这就带我们进到这一季的主题 治理是从好管家开始 跟你旁边的说 治理是从好管家开始 OK 很简单 你若是你自己都管不好 你管不好你的财务 健康 人际关系 时间 压力 或是情感 我想要问你 你凭什么治理 最简单的来说 我若是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照顾好 我不让我的父母 领袖 我的妻子 我的同工 或是我的团队担心的话 我才有资格领导团队 我才能够忠心地承担 神要我去治理的那个领域 你看见 当亚当跟夏娃背逆 吃了分别上岸树的果子的时候 神在永恒的里面 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 就启动了 意思是说 救赎计划是在犯罪以前 就已经预备好了 要将人可以再带回到 与神的亲密关系 还有带回到神最起初的心意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神起初一开始 对人的心意是什么的话 你就必须要回到 创世纪第三章之前 就是亚当夏娃 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 所以我们就来看 创世纪第一章28节 这边讲到神最起初 对人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请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给人的命令 神对人最起初的心意就是 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和治理这地 基本上浓缩成四个字 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意象 就是得地为业 你要得地为业 神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从伊甸园当中的两个人 他们要透过生养众多 不但地扩张伊甸园的境界 来遍满地面 因为你要知道 伊甸园的外面的整个地球 是充满了黑暗 混乱 问题跟挑战的 神要是按照他形象 跟样式所造的人 将天国的铜管 以至神国的真实 带到这个地上 以至于透过治理 可以在地如在天 然后我要你注意到 这节经文的当中 治理跟管理 这四个字同时出现 在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看见有治理 也有管理 他们同时出现 我仿佛听到神说 管理跟治理是连在一起的 你想要得地为业 你想要治理这地 你想要成就神起初 给亚能跟夏娃 那样子的一个应许吗 你要把天国的实体 带到 天国的掌权的实体 带到你所在的地上吗 你要先学会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管家 你要先从管理 开始学起 这就带我们来到 这一季最主要的经文 那我来念给大家听 请大家仔细地看 这是这一季 最主要最主要的经文 路加福音19章 11节呢 我们要念到26节 所以请大家来看 我来念给大家听 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 因为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 神的国快要出现 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族 往远方去要接受王位 然后回来 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 给他们一千银币 OK 所以一千 有十个仆人嘛 除以十 一个人拿到多少 一百 OK大家还醒着 一个人拿到一百银币 说你们拿去做生意 等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就派使者跟着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 做王统治我们 他得了王位回来 就吩咐把那些 领了钱的仆人招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 赚了多少 第一个走过来说 主啊 你的一百银币 已经赚了一千 也就是十倍 主人说 好 你真是个好奴仆 你既然在小市上中心 就派你管理十座城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百银币 已经赚了五百几倍 就是五倍 主人说 你可以管理五座城 另一个来说 主啊 你看 你的一百银币 我一直保存在手经里 因为我怕你 你一向是严厉的人 没有存的要提取 没有重的要收割 主人说 可恶的仆人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存的要提取 没有重的要收割吗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 存入银行 等我回来的时候 把他连本带利取回来 他就对 世卫说 夺过他的一百银币 给那有一千的 然后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一千银币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没有的 就算他有什么 也要拿去 这个比喻 我告诉你 他在别的福音书当中 也是有类似的 但是这里有几个重点 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这边说到好的管理 不是原封不动的物归原主 你知道我们以为 邪恶跟可恶 是你乱花或是你赔钱 元素归回虽可耻 但也不至于会被惩罚吧 不过你看到 耶稣期待的管理 却是要做生意赚取更多 甚至是要好几倍 因为这个君王 他渴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见的是加增 然后呢 我要你注意到 奖赏也是很特别的 忠心的管家 他不是被赋予更多的钱 而是被赋予要治理的城市 要治理的城市 而且治理的权限 是按着你管理所加征的倍数 你如果增加五倍 你就可以管理五座城 你如果增加十倍 你就可以管理十座城 你有能耐 可以增加十倍的话 你就可以治理十座城 意思是说 你就可能可以治理一个神 你如果赚了五倍的话 你就可以做五个城市的市长 这里呢 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见 你管理的能力 和你治理的权柄 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我看见一件事情 你管理的能力 你怎么样管理好 可能你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 你的家庭 你的财务 everything 你管理的能力 它跟你治理的权柄 也就是你治理的权限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结果呢 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 看到了我不曾经注意到的东西 也是讲这个比喻 很类似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可是我们要读的是中文标准预本 我们一起来读这项经文 请主人对他说 可以吗 一起来读好不好 请主人对他说 做得好 忠心的好奴仆 你在少许的世上忠心 我要委任你同管很多的事 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快乐吧 这边耶稣说 我要委任你同管 请问这不是治理 是什么呢 所以神一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治理是从好管家开始 而这个礼拜是住棚节 大家知道吗 这个礼拜是住棚节 那我们就要应景一下 让我们来谈 神给我们最大的宝藏 神给我们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我们来看立位记 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项经文 请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 以色列所有的本地人 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令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神为什么要世世代代的 以色列人纪念 是神使他们在旷野 住在棚子里面呢 请问这是跟上中秋节 我们一样要烤肉 这件事情吗 每一年的以色列人 他们呢 我们是烤肉 他们就是每一年要露营一下 他们要露营一下 是这样子 搭帐篷一下吗 No 不是这样子 这除了神不要他们忘记 神奇妙拯救跟供应之外 因为神拯救了他们 然后神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 神不要他们忘记这件事情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神要他们记得 是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呢 是一群神同在导向的百姓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在旷野 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 住在这些棚子的里面 他们不是住在固定的房子 而当园柱跟火柱 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移动的时候 他们也要拔银跟着走 我告诉你 应许之地 如果你拿着地图的话 你可能三天你就走到了 可是神并没有要给他们地图 这群百姓 跟其他各国各族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是有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们如果拿着地图 没有神的同在 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他们就会被摧毁 他们就会被毁灭 所以神说我要带领你们 虽然就是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结果三天 然后结果走了四十年 这都不是重点 但是神要他们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与你们同在 我的同在在你们中间 启示录第21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 看哪神的账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你们要做祂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要做他们的神 身为神的百姓 你跟我拥有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你跟我拥有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主人的手中 拿到的第一个一百个银币 我认为就是神的同在 我认为我们最重要 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原本我的题目 要叫做一百银币的同在 但是我怕大家会误会 因为现在放在网路上面的时候 我大家不懂我在讲什么 可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 你知道圣经上讲 你要先求祂的国跟祂的义 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神 神是我们当中的第一位 而神的同在 是我们的里面最大最大的资产 所以当你拥有的最好的资源是什么 就是这位神祂与你同在 Amen 你要怎么样来管理神的同在 你知道在整本旧约 都在描述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历史 你看到神拣选了一块土地 跟一群人叫做以色列 来成为祂的百姓 不是因为这群人有多特别 有多伟大 事实上他们是非常软弱微小的 为了要让世上其他的国家知道 如果连最小的国家 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的话 你也知道他们的土地很小 他们的土地将界很小 然后神是说 如果连最小的国家 都可以成为最强盛的 那么以色列的神就是真神 这是神的计划 我拣选一群人 然后他们是最小最软弱的 他们也不是很强盛的 可是他们有我与他们同在 他们如果成为最强盛的 那你们就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 然后读着旧约的时候 你看见这个民族 真的是起起伏伏 有些的时候很荣耀很强盛 有些的时候却是很失败 很悲惨 我们来看诗篇103篇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 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我们再读一次 请 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 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这里面有两个角色 讲到两个角色 一个是摩西 然后一个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要先来看以色列人 然后我们再来看摩西 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 我们看出爱集义19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 和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开始 神定义要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神君尊的祭司 神不是只是捡水一个支派 神说我要这个国家里面 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 其实我们说了 神一开始并不需要拣选一个支派 就是立位人而已 祂不是要拣选立位人 来成为担任祭司的职份而已 而是整个国家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初爱集义20章 18 19跟21节 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才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请 全体人民都看见打雷 闪电 脚身 和冒着烟的衫 人民看见了就站抖 远远地站着 他们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吧 我们必定听你的话 不可让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于是人民远远地站着 摩西却走进神所在的幽暗之处 人民远远地站着 可是摩西却走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你看见神是为了亲密的关系 而拣选了以色列 然而以色列却因着惧怕 而选择跟神保持距离 我们来看 神是为了亲密的关系 而拣选了以色列 可是以色列却是因着惧怕 而选择跟神保持距离 神拣选了一整个国家 赋予他们特权来亲近他 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宝座前面来侍奉他 而神也会服侍他们 这是那位子爱的父亲 聚集他的儿女来到他的身旁 也是神 他对于他每一个百姓的渴望 然而当以色列人看见 他们所需要付上的代价 或者是神彰显他同在的方式 他们里面就充满了恐惧跟害怕 于是他们就画了一条线 对摩西说 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个中间人吧 你好像不害怕神 你不太怕神 所以你去代表我们去跟神说话 你回来再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我们都照做 我们只要不要 他是直接来跟我们说话 因为恐怕我们会死掉 你知道在那个时刻 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扼杀了他们 祭司的职份 神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君主的祭司 可是他们却扼杀了他们君主的职份 祭司的职份 因为除非你的心渴望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并且在关系的当中 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不然你根本就不可能运行在 祭司的职份的当中 摩西我告诉你 他跟以色列人不一样 我们来看摩西说什么 揣集33章第12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摩西对耶和华说 看你吩咐我说 把这百姓领上去 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 你要拆派谁与我同去 只是你曾经说过 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恩 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可以在你眼前蒙恩 也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也必给你安息 摩西说什么 他说神啊 你没有说要谁陪我们 同去应许之地 但是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也因为你很喜悦我 这些百姓 我也要告诉你 他们是你的百姓 他们是你的责任 那么我可以向你要求一件事吗 我可以向你求一件事情吗 就是不是天使天君 也不是天使长 而是你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是你的同在 我渴望的是你与我同去 Bingo 正确答案 我渴望的是你与我们同去 还记得以色列人 他们之所以会落入到冷淡退后的光景 声音上说 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忘记神 为他们所成就的事情 他们不断地忘记了神的作为 当以色列人选择不要跟神说话 不要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而是说摩西亚 神说什么我们都愿意顺服 但是我觉得跟神互动太麻烦了 跟神亲密实在太可怕了 你可以代替我们吗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建立关系 没有人能够去代替你建立关系 或许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我举例 以前当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时候 因为整个跟我的个性比较不一样 所以很多的人际关系是他帮我建立的 比如说他会带我去认识谁谁谁 然后我什么 因为整个比较懂得怎么样跟新的 就是说不认识的人 然后我就会慢慢慢慢的 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然后通常我建立的关系会比较深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那种比较害羞 比较含蓄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子跟新没有互动 所以整个会帮助我 去跟人建立关系 他可以帮助我 后来结婚之后就变成喜恩 换成喜恩了 喜恩会帮助我去见客 没有啦 就帮助我去看 就是去介绍我去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建立关系或什么 然后我发现 最近我发现在教会界里面也有一位 他也帮助我去认识很多的人 就是子俊哥 子俊哥也很会交朋友 所以他也会帮助我去认识很多的人 都很好 这些东西很好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没有人能够带定你去建立关系 这些人 他们很好 但是绝对他们没有办法取代你 建立关系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事情 跟神建立关系更是如此 让我告诉你 跟神建立关系不是你的另外一半 不是透过你的另外一半 不是透过你的小组长 也不是透过你的牧者领袖 跟神建立关系 是你自己的责任 所以当你这个猎人选择在与神的关系当中 要划清界限 要划这个界限 说我不要太靠近神的时候 神仍然在他的怜悯说 OK 好 你们不要来跟我说话 你们要保持一个界限 因为你们害怕 OK 好 但是我还是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为 我还是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为 因为你要知道 神的作为 神所做的事情 会显明他的道路 他的道路是 他的方式 OK 这些神的作为 也就是神迹奇事 OK 这些神 下一张 这些神迹奇事呢 神的作为就是神迹奇事 英文是sign and wonder sign这个字呢 意思是指向某件东西的标志 神的作为 也就是神迹奇事 英文是sign and wonder 它是指向某件东西的标志 我帮你仔细听好 这个 神说我向你显明我的作为 这也是一条路 只不过是你绕了远路 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是我要透过台北灵粮堂 来认识我爸爸 或是透过所有跟过我爸爸的牧者 来认识他 而不是我亲自跟我的爸爸互动 我告诉你 法利赛人跟文士 也想要透过圣经的字句来认识神 耶稣说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七节 他也就是父的声音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 三十九节到四十节 你们说你们研究圣经 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 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 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法利赛人跟这些的文士 他们也是绕着远路 他们熟读圣经 可是他们却完全的认不出 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 就像是如果我想要透过我爸爸所写的书来认识他是一样的 不管是透过神迹其事也就是神的作为 或是透过圣经字句也就是知识 都无法取代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 要来得更加的直接跟更有果效 你可以听光哥的讲道 听一辈子 但是我要告诉你 跟神建立关系是你的事情 接待神的同在是你的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听这些讲道 你可以听这些讲道 不要去绕那个远路 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很害怕 他们就绕了远路 他们说我们不要跟神讲话 我们只要这些什么 神迹其事 我们只要这些神的作为就好了 以色列人他们要神的作为 就是神迹其事 摩西想要的却是那标志所指向的东西 所有超赞神迹其事的彰显 都是指向谁 所有超赞神迹其事的彰显 是要吸引你去注意到谁 神啊 你从来没有从圣经当中看见 神他有对摩西说过 哈喽 你要记得我的作为 你从来没有看见 神有这样对摩西说 一次你都找不到 然后神 他却一直重复的对以色列人说 不要忘记我的作为 不要忘记我的作为 你要纪念我的作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你 神迹其事很容易被忘记的 我常常有机会 听到很多很棒的见证 我都以为我不会忘记 可是老实说 我还是一样照样忘记 因为这些神的作为 你很容易忘记 神的作为 也就是神迹其事 永远都指向他的道路 His way 而他的道路 永远指向他的nature 他的属性 而这些nature指向的是谁 是神他自己 我再说一次 所有的作为神迹其事 永远都指向他的道路 而他的道路 指向他的nature 他的属性 而这一切代表的是神他自己 然而忘记神迹其事 或者是对神迹感到厌烦 是有可能的 就像是以色列的百姓一样 出埃及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的神迹 看到红海分开的时候 大家手机都拿出来了 第一次看到马拿的时候 直接po脸书跟IG 摩西几打盘石出水的时候 直接开直播分享 好兴奋 第一次看到他说好兴奋 然后久了之后 你发现刺激 兴奋感过了去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 他们感觉到厌烦 他们开始向神抱怨 他们的心渐渐的不满足 开始跟神一样说 你给我看其他的东西 以色列人对于神迹 有极大的饥渴 然而他们要的是神的介入 而不是神他自己 他们要看见神的作为 他们要看见神 为他们成就什么 而不是要神他自己 在不知不觉当中 这种应得权利的心态 把神所做的开始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像是染上的毒瘾一样 他们需要看到更多的神迹 他们才会满意 然而唯一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 却是看到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 不管大或是小 跟着这个指标走到这位指标 所指的那一位 就是这位神 你要跟着这些所有的science 跟着这些所有的指标走向那一位 那位神 因为认识神 跟神建立关系 永远都不会无聊 你知道敬拜 不是专注在神能够为你做什么 而是敬拜 他讲到的是你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敬拜 直到永远吗 因为神迹奇事 我们有一天也会忘记 有一天我也会看你 你若是只追求这个部分的话 有一天你也会觉得感到无聊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追求的是神的话 神永远不会让你感到无聊 诗篇103篇第七节 这段圣经说 他也是神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 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为什么呢 那我告诉你 因为你求什么 你就会得着什么 仔细听好 他向摩西指示了自己的道路 他向以色列人显明了自己的作为 为什么 因为你求什么 你就会得着什么 以色列人他们只想要神迹奇事 然而摩西却说 神啊 我所要的是你 结果就是以色列人 在成功跟失败当中打转 他们不断地起起伏伏 冷淡退后 可是摩西呢 他是旧约当中 少数与神面对面的人 他是神的朋友 神喜欢与他同在 而这个就成为了他的identity 这个就成为他的身份 你知道百姓说什么 百姓说 我们要去应许之地 神啊 你派天使就好了 你派天使长也可以 可以 没关系 我们只是要去应许之地 可是摩西说 No 神啊 你会为了我的缘故 你会与我们同去 因为我可慕你 因为我要接待你的同在 所以你会为了我的缘故 你知道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上去 没有 你们的焦点 只是要进应许之地而已 所以我们要跟你们上去 我可以派天使 我可以派天使长 陪你们上去 然后摩西说 No I don't want it 如果应许之地 没有神的同在 就不是应许之地 他说 神啊 我要你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 如果我在你喜悦我的话 求你与我们同去 神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我必使你得享安息 当我们在走这条 同步升级的道路 在学习这个 好管家的过程当中 若是我们只要 只是要神的作为 我们要神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却不愿意来亲近祂 来寻求祂的面 其实我们是不会认识祂的 真的我很惊讶 有太多的基督徒 他们可能头脑知道 可是却从来没有经历到 神是那位良善的爸爸 祂渴望向我们显明祂是谁 让我们在这充满动荡的环境当中 经历到祂的能力 在不确定的当中 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 并且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安 把神同在的气息跟声音 释放给所有我们周围的人 因为神说 我必赐你安息 我必与你同去 没有错 我们都要学习 怎么样成为见证的好管家 我们要把神超战的作为 所有这些的神迹奇事都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看见 全国神迹的文化 不是防止冷淡退后的关键 不管我多看中神的大能 我知道神迹奇事并不是关键 以色列人起起伏伏的历史 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 他们活在一个神迹的文化的当中 活在一个神迹的环境的里面 但是光有神的作为 你还是很容易忘恩负义 这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活在一个神迹奇事的当中 可是你却错过了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然而摩西呢 他却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他直接拥抱神的道路 他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他接待神的同在 他看中的是神的同在 摩西展现出唯一有可能的选项 他说我要认识你的道路 好叫我可以认识你 主要我要认识你的道路 好叫我可以认识你 而以色列人跟摩西 都得到他们所求的 以色列人他们要神迹 他们得到他们所求的 可是问题是 那些神的作为 他们仍然忘记 他们仍然冷淡退后 他们仍然对神抱怨跟苦度 可是摩西他求的不是这个 他说神啊 我要你的同在 他愿意走进到神的同在的里面 他得着了他所求的 这个礼拜是诸鹏节 远超过你所有神能够为你成就 或是所有神能够赐给你的 神的同在才是我们所拥有 最宝贵的资产 而管理的方式是什么呢 让我跟大家分享 祭祀的职份是什么 生命纪第十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那时耶和华把立位支派分别出来 叫他们抬耶和华的约会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并且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我们来看祭司有四个职责 第一个就是管理帐幕 第一个是管理帐幕 从个人跟从教会的角度 我们先来看个人 个人就是我 就是行动且活着的灵工 无论我去到哪一个地方 我要营造人们能够透过我 与神相遇的所在 仔细听好 我就是行动且活着灵工 不管今天我去到哪一个地方 人们能够透过我 他们可以遇见神 我就是这个神的帐幕 他们能够与神相遇 我渴望人们能够透过我 听见神的声音 人们能够透过 他们能够被神触摸 这代表的是 我要把我这圣灵的殿照顾好 岂不知你是圣灵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 神的铜在在你的身上吗 当我照顾好 我这个圣灵的殿的时候 我的灵魂体 就可以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然后呢 让人能够透过我 来遇见神 第二个从教会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来看 我渴望看见 实体跟线上 所有的弟兄姐妹 可以更多的来参与 琴与卢的会前祷告 这是什么 这是要管理好这个帐篷 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 OK 青年崇拜 青年崇拜不是五点开始 青年崇拜是四点开始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始预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 不是来听一篇信息 直接听好 我们来 是要来怎么样 是要来营造 神同在的氛围 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在这个地方 或是在线上 我们是 我渴望每一个礼拜 大概现在我们在会场 当然我讲的大概是 四点三十分 就是四点半过后 大概这个地方会有一百多人 在这个地方祷告 线上呢 可能会将近一百 将近一百 OK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礼拜 有两百个人 你要带你的孩子来也OK 你可以带 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带他们孩子来 孩子怎么样都可以 OK 反正我们在请一路 我们在祷告 OK 我们也不会被你的孩子吸引 所以我们都在定睛在神的身上 所以是OK 所以呢 好不好 我希望每一个礼拜的实力崇拜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地看重 我看重这个东西 甚至比看重我们的崇拜更看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居所 这个地方是神同在要彰显的地方 跟我一起来 每一个礼拜跟着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的牧者 跟我们一起来 为我们的崇拜来守望 来祷告 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他彰显同在 很多的事情会很超赞的 神会为你成就 在线上也是一样 我也鼓励你在线上的时候 可以join我们 跟我们一起 从四点开始来祷告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四点半 或者是当要祷告的时候 他们才全部进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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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四点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来 为整个崇拜来守望 Amen 跟你朋友们的说 让我们一起来为崇拜守望 第二个 接待神的同在 接待神的同在 也就是像那些的祭司 他们抬约柜一样 神的同在 只能够落在祭祀的肩上 所以敬拜是我们所有侍奉 所有团队的核心 是我们所有侍奉的出发点 也是我们所应该要看重的 我再说一次 敬拜不是五点开始 敬拜是四点就开始了 敬拜不是五点开始 敬拜是四点就开始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从四点开始 有秦与卢的祷告跟敬拜吗 是因为光哥真的觉得 我们敬拜的时间不够 为什么 我们讲到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有些的讲员会更长 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真的觉得 敬拜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说神 我为什么要你们看我一个人 看这么久 为什么不要他们 看神看更久 为什么 因为敬拜才是我们的核心 Amen 接待神的同在 第三个 在神的面前侍奉他 敬拜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 而是单单为了要来服侍神 请大家把这个焦点 整个改过来 敬拜不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要 来教会不是只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要 而是单单为了要来服侍神 要来侍奉神 你知道我超爱 The Hope Peter牧师他所分享 他说家不是找到的 是一起建造的 我很喜欢他讲这句话 他说家不是找到的 家是一起建造的 不要来青年崇拜 只是来青年崇拜找家而已 没有错 这个地方是你的家 可是不要只是来这个地方找家而已 而是你要问 你要不要一起来建造这个家 你要不要一起来建造这个家 在我们当中的丈夫 你不要说 牧师 我为着这个家 献上我的老婆带小组 我想把你的头扭断 OK 好 没有 你献上你自己好不好 不要献上你的老婆 还有除了小组崇拜 我期待我们要更看重团队的牧养跟建造 我们有很多在青年墓区的里面 在教育的当中 我们有很多侍奉的团队 服侍的团队 我们要更看重团队的牧养跟建造 或许你没有加入在小组 但是我要鼓励你 一定要加入建造这个神的家的团队 因为我再说一次 家不是找到的 家是我们一起建造的 上网 去看我们有哪一个团队 来到我们的网站 OK 青年墓区有一个全新的网站 去看哪一个团队适合你 你需要做你恩赐跟才干的好管家 不要忘了 祭司是要侍奉 不是只是参加聚会而已 我要鼓励你 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参加聚会而已 而是我要你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一起来建造 一起来打造神的家 Amen 跟你旁边的说 跟我一起来打造神的家 第四个 最后一个了 宣告神的祝福 还记得自由事工的这个八片牧师说 我们生命跟灵魂运作的方式 就是领受 承载跟传递 receive contain 跟broadcast 领受 承载跟传递什么呢 不正是神的气息 跟祂的同在吗 这正是我们能够赋予人 最大的祝福 家里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方式 是我的方式 我可以释放神的同在 无论我去到哪一个地方 你如果观察光哥讲道 或是我去我的服事的时候 你会常听到我在祷告的时候 会讲这句话 耶稣 你现在就在这里 让每一次 当我讲 Jesus You are here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 神的同在 从我的里面 涌流出来 我可以感受到 整个地方的氛围 完全被翻转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领受神的同在 我们接待神的同在 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同在 无论我们去哪里 可以释放出来 Amen 这真是神给我们 最宝贵 最宝贵的资产 最后我们来读一段 圣经在诗篇第84篇 然后我们就要一起来领圣餐了 OK 诗篇第84篇 然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也是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多么可爱 我的灵可想窃目耶和华的院子 我的心声像永活的神欢呼 住在你殿中的都是有福的 他们还要不断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通道圣殿大道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 使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更有秋雨 使这谷到处都是水池 他们行走立上加力 直到个人在西安朝见神 在你院子住一日 胜过在别处住千日 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 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世人说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在这世上千日 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主啊 在你的殿中一日 在你的同代里面一日 胜过在这世上千日 今天当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工团队可以出来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选择 在祝鹏节的当中 你有一个选择 你想要像摩西一样 还是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要你来到神面前 我要你安静你的心 安静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今天要领受 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 我要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想要像摩西一样 还是你想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摩西说 求你向我指教你的道路 好叫我可以认识你 我要的是你的同在 我要的是来到你的面前 神那我渴望的是 与你之间的关系 他称为神的朋友 因为他是那位与神 面对面的人 还是你想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主 我们怕你 主 我们不想要付上这样的代价 主要你跟光哥讲就好 让他来告诉我们 你跟我的领受 你跟我的牧者讲就好 让他们来告诉我们 主 我们害怕 主 我们不想要来亲近你 我们只想要做一个 来教会的基督徒 神祢为我成就这件事情 神祢为我行神机 我需要医治 我需要财务方面的健康跟兴盛 我需要的是我的家人 他们可以来认识你 都很好 没有什么不好 我需要我的工作能够顺利 神那我希望你垂听我的祷告 神那我希望你可以为我成就什么 他们要神的作为 他们得到了神的作为 可是神的作为 却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 因为那些外在的神机 其实不管我们多看中 我们很容易会忘记 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惠 你知道吗 可是唯有当你在一个relationship 当你在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 你不会忘记这位神 你不会忘记祂 请问祂是不是你的至宝 当你拿着耶稣的身体 跟耶稣的宝石在你的当中 你知道祂为什么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祂渴望你回到 这位爱你天父的面前 祂付上的代价 不是只是让你可以上天堂而已 不是只是能够释放那个救恩 在你的生命当中 祂说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福那里去 你要神的同在吗 你渴慕神的同在吗 你是渴慕来见祂的面 还是你只是渴慕 看见祂的手能够为你做什么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对青年牧区 每一个人的渴望 来这个地方不是听一篇信息而已 来这个地方不是只是做这些 外在的事情而已 而是你的心愿不愿意 真来接待这位圣父 圣子圣灵在我们中间 祂渴望与祂的百姓相遇 在这个地方 你愿意预备 用你的生命来预备 祂荣耀的居所 好不好从这位上站起来 拿着你的圣餐杯 饼杯 像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 我渴望这首诗歌 可以帮我把歌词打出来吗 我渴望这首诗歌能够成为 我们里面的狐愁跟祷告 神的居所 神的同在 是我们心里面最渴望的 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害怕安静灯口 就算时间静止 你是我的马克勒 我只是锁 让我停留你怀中 暴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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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为我 暗邪避避难居所 散开我心 听你声音 暴风雨中 让我更加爱你 让我更加爱你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听了你话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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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愛只是洛杞 愛 lions 永遠都在 愛哭小的心 更多的來克牡頭 單單的來克牡頭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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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偷心甘愿更久 竟离我全所有 我要更深追求 偷心甘愿更久 我要有祢更多 我要更深追求 偷心甘愿更久 竟离我全所有 我要更深追求 偷心甘愿更久 我要有祢更多 我要更深追求 偷心甘愿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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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空宇宙 你身为我 暗邪力能去做 伤害我心 经历生意 让我更加爱你 大空宇宙 你身为我 暗邪力能去做 伤害我心 经历生意 让我更加爱你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停留你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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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 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 你为什么来 不要只专注于神的作为 不要只专注于神能够为你成就什么 不是你今天来到神面前来跟圣祷告说 主啊 让我看中你的同在 主啊 让我看中与你亲密的关系 你的所有我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 主啊 让我单纯的以你为乐 以认识你 以接待你的同在 为我生命当中的至宝 主啊 这是我的呼求 我的祷告 叫你弟兄姐妹 不要让神 成为你的财神 或是成为你的圣诞老公公 不是指祂要为你成就什么 祂要为你做什么 前天我在一个餐厅 在等的时候我看见 在那个餐厅的旁边 有一个庙 好多人在那个庙的前面 可是那个庙 因为是在台北市的里面 所以那个庙没有任何的空间 所以那些的人他们就在外面等 然后呢 甚至他们在外面 他们面对着那个偶像 他们就在祷告 我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 有可能是在求平安 有可能是在求感情 有可能是在求工作 有可能是在求财富 我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 可是我知道他们里面一定有需要 他们很认真 但是我觉得 很特别一点就是 那个地方没有他们能够停留的地方 他们只是做他们祷告完 然后就离开 你知道教会很不一样 所以无论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要找这么大的地方 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这个地方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神 他不是只是要你来到他前面 跟他说神啊 我求你为我做什么 我求你为我成就什么而已 这些东西都很好 神也会为你成就 可是神真正渴望的是 你跟他建立关系 你看中他的同在 而且没有神的同在 我们跟这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跟这世上所有的人 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当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看中神的同在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跟耶稣说 主 我们要的是你 主 我们渴望的是你 因为你付上很大的代价 就是要我们进到你的同在的里面 主 我们为青年墓去祷告 让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神 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 不管是在 这里或在线上 主 让这个地方 成为你荣耀同在 奇妙的居所 主 让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人 我们所追求的 是摩西他所追求的 我们不是只渴望看见 神的作为而已 没有错 这会神为我们行神迹其事 可是我们更看重的 是要来认识他 是要来亲近他 我们更渴慕的是他的同在 让我们 一起成为神同在的好管家 不是只有我们这些 在台上服侍的敬拜团 不是只有我们这些在团队里面的 服侍的弟兄姐妹 而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均均的祭祀 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建造 神的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接待 神的同在 我们把所有的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 好不好 聚会结束之前 我要你跟五个人说 我鼓励你成为神同在的好管家 彼此祝福好不好 让我们成为神同在的好管家 好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 再次的要邀请第一次或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 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在台北洋堂青年牧区的崇拜当中 不晓得在信息里面 能不能得到一些什么特别的内容或消息呢 真的鼓励大家成为神同在的好管家 我真的很期待 今天的这些信息可以成我们生命当中很尊贵的养分 然后让我们可以持续活出神的样子 好 所以鼓励你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可以邀请你填寫我们的新人表单 或者是你真的有祷告的需求 你也可以透过那些表单 向我们表达你有需要被带导的需求 那我更期待的是可以听见你的见证 就你如何在线上崇拜当中 或是在这些崇拜的过程里面 真实的被神触摸到 你可以透过任何方式 透过Facebook 透过IG 或者是在YouTube下面留言 都让我们知道说 神是怎么样透过这些来祝福你呢 所以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为我们频道 按赞、订阅 还有帮我们分享出去 重点是 我们这些事工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棒 很喜欢的话 我邀请你可以参与在我们的奉献支持当中 你可以到台北联阳堂的网站上面 有奉献支持的页面 点下来之后呢 我们全新改版的奉献内容 就可以帮助你 让你可以很快速的进行我们的奉献 记得勾选其他奉献 并且在备注的地方写七年宣教 就可以把这笔奉献用在我们线上媒体的事工 感谢你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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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